解放军昨天突然宣布说 要在他的东部战区 深夜突然宣布说 东部战区 台湾周边海空组织 多冰种联合战备 警循跟实战化的演练 重点在针对打击对海突袭等内容 其实解放军演习不是新闻 但是通常他们演习会提前会讲 但是这次是突然宣布 这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刚才晃哥说老共忽然这样突袭 这一定跟台湾的政治情势 跟最近的周边情势 还有中国国内的疫情有关 我今天不用再讲说 什么叫做战争边缘策略了 当然还有国民党现在刚刚好 内部多多少少对于两岸路线 有不同的想法 我对我自己的话负责 相信人之都会不会反对我的说法 有人还是高举九二共识 有人认为还是要往中国靠 但是国民党真的内部有批力量 基本上认为 是不是应当要因事利导 当顺着国民党市政好的时候 要不要稍微调整修正两岸关系 当然国民党内部 以老共角度来讲 你有三心二意的时候 老是直接告诉你 你不要其他想法了 接下来是现在国内的政治情势 国际局势是什么 我跟各位说明 这个三方包围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未来如果战争爆发前夕锁台 或是封锁台湾的大致的方向跟大致的内容 为什么只空出东北角 开玩笑 这里是日本的琉球跟西南诸岛 你如果把这里封下去的话 或是在这里演习的话 你刚刚好进一步促成台日关系 跟台日军事交流 所以为了避免引起太大的争议 所以说我们说穷扣莫锥 你把东北这个地方空出来 在台海中线 在巴士海峡 还有在东南沿海 基本上形成对台湾的战术包围网 为什么不讲战略呢 因为基本上他还没有这样的能力 只有骚扰会让我们疲于奔命 只有骚扰 在地协力者就会敲锣打鼓说 兵凶战围 敬酒不吃 吃罚酒 买武器要干什么 一个有钱人这样讲的 我们不应该跟美国 这就是郭董 不要跟美国买太多武器 所以当台湾内部有这种言论的时候 老共会用实际的作为 来呼应他的内容 更重要的地方是 待会我们谈到想预算的问题 不是有很多国民党的委员 各自冻结前提的预算 当然跟这些议题都有关联 老共也是有在看九十要克数的 好 根据中国中时电子报报导 当然这个媒体一定会先揭露这样的新闻 昨晚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对台进行打击军业 共进扰台范围明显扩大 其中在昨天夜间 尤其是夜间的演训 除了东 你看我说东部跟东北部的空域之外 其余军出现战机少来三面围台 范围扩大我空军整夜不断的 你看他要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造成心理上 还有战备上 还有呢 所谓的妥善率上的 这种疲于奔命 这是老共在战术上的想法 战术的想法要达成政治的战略目标嘛 那就有待国内的在地协力者跟亲中势力呢 如何去诠释这件事情 我跟大家打包票 这两天之内呢 针对这样的演习 不论什么战斗篮啊 有钱人啊 亲中势力就讲 你看吧 你看吧 这就是兵役啊 恢复之后的副作用 这就是我说要把兵役改回来四个月 最主要的原因 我跟各位打赌 有人一定会这么讲 好啊 最后啦 老共当然也会唬烂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啊 我们很厉害 我们是进攻方 我们飞过来呢 基本上呢 不到三分钟 你从发现我过来跟起飞啊 只要六分钟 所以呢 进攻方比较厉害 防守方呢 比较迟断 啊你是把台湾 我服役过的部队 当塑嘎吗 我在飞死部服役 以前是陆军 现在属于空军 台湾有全世界密度 第二大的飞弹防 仅次于以色列 但有人跟以色列差不多 对我们的刺猬战术嘛 你以为如入无人之境 是现在没想把你打下来 或者是说呢 你还没有真正侵犯到 我们的领空 你只在周边骚扰 当你真正抵近 侵入中华民国 还有台湾领空的时候 我们的飞弹防空的弟兄们 难道呢 会视若无睹吗 所以三分钟啊 是啊 你自己幻想出来了